欢迎回到港督新闻 退休后的阿公阿嬷除了在家游孙之外 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在男子区公所就举办了 老顽童星光达人秀的歌唱比赛 而在今天的海选现场上 参赛的阿公阿嬷都纷纷卯足全力 带来一首又一首的拿手好歌 现场就赶快带您来看看老人家的精神与活力 音乐一下阿公阿嬷们跟着旋律左右摇摆 敬情地唱起歌来 如此全心投入 因为今天的这个舞台是粉丝专门的 穿着西装 表情投入 拥有这么稳健台风的这位阿公 可是征战过各大歌唱比赛 随着歌曲节奏 摆动姿势 举手投足 散发满满的自信 弹起唱歌 他更是满面笑容 服务所来办这个歌唱比赛 我很高兴的心情来参加 但是这个我平时都定下在唱歌 比赛我只要参加 参加比赛过来 比赛不错 升级真的不错 我第一次我会怕 我都不出来舞台参加唱歌 我当时要唱歌我就会怕 这里是男子区举办的老顽童星光达人秀比赛 在海选现场吸引了不少社区里的阿公阿嬷报名参加 有的西装笔挺穿着正式 有的手握丝巾做装饰 还有还有像这位五舅妹阿嬷 耳朵上挂了一朵红花 打扮尽显眼又亮丽 活泼的她还现场表演起了她的哪首歌 我来为你 演唱这世话 是我真正的表事 那么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长辈 能够有更多娱乐 更多能够快乐的空间 那么也希望能够提供我们的老人家 一个表演的平台 一个歌唱的平台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看到有这么多的老人家 那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怀着紧张兴奋的心情 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 台下掌声不断 台上敬情表演 阿芬阿嬷热情开唱 还请来专业老师做评审 获选者还有机会代表男子区参加歌唱比赛 借了这次活动 不但鼓励长辈开金口 大展歌艺 也让社区注入新的活力 港独新闻肖红瀚 吴雅婷 财富